各位观众老爷,大家好呀!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《韩国悬疑推理篇》,隧道第六章的故事。 上一章,在服务区发生杀人案,光浩和善在立刻封锁现场,不久申教授赶来,在申教授的心理分析下,抓到凶手。 见识到申教授的冷静机制,他也是个狠人,同时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,他会带给大家怎样的办案方法呢? 话不多说,开始本章,光浩决定寻找88年光浩,他来到碰见88年光浩的那条路,当时好像在被人追赶,到底是谁在追他? 老妖对88年光浩的手机进行定位,但最后出现的地方范围太大,不好找。 法医把河边女士的尸检报告拿给善灾看,死因是窒息,两年前的被害人梁小珍也是窒息死亡,作案手法一模一样,凶手肯定是郑浩英。 丝袜,绞杀,二十岁女性,郑浩英不是随机杀人,而是经过仔细挑选,才选定了被害人,尸体上没有任何线索。 法医说,这种时候不要关注案发之后,得把精力放在案发之前,要比凶手快一步,这样才能抓到他。 另一边,申教授拿着一袋东西去上课,里面是各种作案工具,他让同学们一人挑一件,杀人的时候想用什么就拿什么。 最后只剩安眠要没人拿,善灾把郑浩英的资料装好,红校长想跟他聊聊,红校长记得他问过一个问题。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,申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?红校长反问他,你觉得申教授是什么样的人?善灾说是不会喊疼的人。 红校长说既然这样就不要让他疼,他只是顾问,不应该去现场。 善灾明白红校长的意思,他想问问申教授的父母到底是怎么死的?真的是因为火灾吗? 红校长说,那场事故的原因并没有查明,不过申教授回到家时房子已经在烧了。 警方当时主张患有精神病的妈妈因为和老公不合才放火的,但没有证据,无法下定论。 申教授一直研究杀人犯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。 有传闻说申教授是犯人,是因为他是被领养的,被火烧死的是他的养父母。 善灾把郑浩英的资料交给申教授,想让他研究研究这个人。 那边光浩和老妖去调监控录像,那晚确实有人在追88年光浩,不过天黑雾大。 看不清车牌,老妖留了个电话,说找到车的动向后联系他。 回去的路上,一件案子引起光号的注意。 他和老妖前去查看,只见一名女子情绪激动,一直说什么没买过这个,没买过那个,凭什么让我还知累的。 据现场民警说,该女子之前就闹过几次,环报过案,说有人盗用她的信用卡。 女子被带回警局,她叫尹英珠,一切都是从那天开始的。 信用卡公司突然发来邀请函,当时正是银行个人信息泄露的时期,所以并没有在意。 之后一直有陌生电话打来,说她拖欠债务足足有785万,甚至还有人来公司找她。 说她从按摩店借了钱一直没还,还对她动手动脚的。 无奈之下,她把那些根本没借过的钱全都还上,生活彻底乱套。 还被公司解雇,就这还有人找上门来,本以为又是要债的,可对方却声称是英珠的未婚夫。 她彻底崩溃,不愿以她的名义借钱,还把婚都定了,盗用她身份的人知道她所有信息,而她却对对方一无所知。 想起诉,都不知道该起诉谁,光浩选择相信她,只要去见见那个未婚夫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老妖有点担心,毕竟光浩的情况也差不多,算是盗用了88年光浩的身份。 光浩和善在去找未婚夫,可万万没想到未婚夫上周去世了。 医生说是青年猝死什么的,这件事绝对不简单,今天是未婚夫火化的日子。 他们立刻赶往火葬场,据未婚夫的大哥说,他是在家猝死的,那晚他突然打电话,可接通后却是个女人,女人让他快点过来。 大哥怕出什么意外就立刻赶过去,等到了后,人已经死了。 最奇怪的是那个打电话的女人,大哥本以为是未婚夫的女友,但根本联系不到她。 通讯录里没保存号码,而且谁也没见过未婚夫的女友,姓名,年龄,职业,一点信息都不知道。 看来未婚夫的死可能不是意外,具体死因得失检后才能知道,未婚夫已死,无法确认英猪的话是真是假。 巧的是,未婚夫出世那天,也是去找英猪的那天。 据英猪交代,那天一直待在家里,可这只是他的片面之词,没人能证明。 光华和善再来到未婚夫家,看样子好像有人收拾过,家里没一样女人用的东西。 光浩找到一本相册,里面全是个人照,一张合照也没有。 这时光浩终于找到那个神秘女人了,看上去像英猪但又不像。 阿泰去查了监控录像,未婚夫出世那天,确实没出来过。 但问题是,后门没监控,无法确认。 未婚夫的通话记录里有个疑似神秘女人的号码,但是个黑号根本查不到。 善灾熬了一夜,发现还有一名受害人和英猪的遭遇类似,已经自杀。 看来英猪说的都是实话,这时尸检结果也出来了。 医生说是猝死的,但在法医看来,应该说死因不明。 血液中检测出了尼古丁,含量在每升0.17毫克是安全的,3.7至5.8毫克是致死量。 但也有0.13毫克致死的案例,未婚夫的检测结果是1.9毫克,应该是被人注射了尼古丁。 所以不是猝死,是谋杀。 一件简单的身份盗用案,瞬间升级为命案。 另一个受害者叫高雅拉,光浩和善灾,去了解情况。 高雅拉母亲说是吃了安眠药,那天是她要结婚的日子。 大概是去年和对方父母见面的时候,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。 高雅拉收到欠款通知的信息,后来对方就不同意了。 欠了巨款,婚事也泡汤了,报警也没用,没人相信。 光浩拿出两张照片,母亲没见过这两人,母亲突然想起葬礼上有件奇怪的事。 有个按摩店的老板看到高雅拉的照片后,突然惊慌失作地离开了。 光浩记得英珠说过按摩店的人找过她,他们找到按摩店老板。 高雅拉是他们这儿的常客,以前都会定时定点来。 那天没来,她就打电话,这才知道人死了,因为是常客,经常照顾她生意,所以就去参加了葬礼。 可没想到那个高雅拉不是她认识的高雅拉,这就奇怪了,那个神秘女人到底是谁? 高雅拉和英珠都没丢过钱包,身份证和银行卡,到底是在哪被盯上的呢? 除了这两人外,还有其他受害者,膳灾和光浩把按摩店老板带了回来,可以画犯人的画像了。 另外,得尽快找到受害者的共同点,看看他们是在哪被盯上的。 申教授看过资料后有了初步判断,一般20-30岁的女性,经常去的地方有电影院、剧院、美术馆、书店或咖啡厅之类的。 而且是和男友一起去,犯人应该是目击到了受害者和男友。 受害者有个共同点,都有男友,事发后都分手或毁婚了。 受害者虽然不认识犯人,但犯人却认识受害者,在饭店或咖啡厅目击的可能性最大。 犯人应该是失恋了,也有金钱问题。 案件是由极度诱发的,有了方向就比较好找了。 把所有受害者去过的饭店和咖啡厅找出来,都去过的那家,就是犯人所在的地方。 他们拿上画像来到受害者都去过的咖啡厅。 光浩发现未婚夫的照片就是在这拍的,犯人很快就被找到。 金美秀,看起来挺正常的,但办的事就有点不正常了。 金美秀一直不肯认罪,善灾突然想起作案动机可能是极度,而且是由分手导致的。 他们找到金美秀的前男友,两人在一起三年,准备结婚时因为钱的问题分手了。 他每个月存款五百万,而金美秀的存款是零。 前段时间在饭店碰到过金美秀,喊了他的名字,可他却说自己是鹰猪。 他们回去继续审问金美秀,一切都是出于极度,自己的爱情没了。 那些女人却那么幸福,自己因为贷款问题都快吃不起饭了,那些人却吃着昂贵的饭菜。 极度就是这样开始的,他以优惠活动为由让受害者填写个人信息,然后复制银行卡,伪造身份证,做得差不多了,就会换一个目标,自己不幸福,别人也不能幸福。 案子结束后,老邀给光浩买了个手机,光浩第一次接触这种高科技产品,感觉很神奇。 这时,追88年光浩的那辆车车牌已经识别出来,他们来到88年光浩最后出现的地方,开始在周围寻找。 善灾回到警局后见吴司机一直鬼鬼祟祟的,吴司机是来找光浩的。 这时,老邀的电话响了,他顺手接起电话,对方说那辆车找到了,车主是普光浩,车被扔在15号国道尽头,善灾立刻前去查看。 车里没人,他在周围搜索,竟然发现一具尸体,死的是88年光浩,隧道,第六章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本案的凶手是极度诚信的女人,因为自己生活不幸福,骗取他人身份信息,进行贷款,过度消费,从而让受害人感受自己的不幸。 下一章,善灾找到了88年光浩的尸体,他将采取什么措施呢?光浩的身份是否会被识破? 他将怎么处理这次危机?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,请点赞关注吧,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